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他的头就埋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村庄也因他的头而得名 叫做神头村 因为有了神医 村民们对神医崇拜简直到了痴迷 小小的一个山坳 祭奠神医的庙宇足足有几十座 这位神医的名字叫扁雀 这座山的名字叫雀山 这是一座充满了神秘的山 在这座山里 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是奇特的 司马迁的史记中 记载了一个故事 话说春秋时期 晋国主持国政的大夫赵简子 病得奄奄一息 昏迷了五天 神医扁雀被请去给赵简子治病 边阙当时一看一针断 一抹一扒门 然后笑来说这没事 五天他就会 他这个五天都会进来 边阙叫医生们赶快停止 给赵简子喂汤药 他说 我只要在病人背部进行针灸 不出五天 病人自会醒来 不然像这个边阙 说的那样 五天以后 赵简子果然能进来 赵简子病好以后 在他的后花园里 开始了一场关于疾病的生动谈话 赵简子说 请问先生 为什么我的病明明已经陷入绝境 太医们都已经无力回天 您却连一味药都不用 就让我可以起死回生 边阙回答说 疾病的发生 就好像被人触动了某个机关 自己运行了一套程序 而疾病的愈合 则向身体内运行了另一套自救的体系 所以疾病的发生或痊愈 完全在于这个机关能否正常启动 您在昏迷的时候 我为您进行了针灸 这就是一个启动机关的过程 边阙接着说 大夫的病情看似危险 其实不过是身体内部的自我调整 身体是自己的 就犹如孩子是自己的一样 而疾病不过只是孩子的恶作剧 是孩子要发在野方 它当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 却也可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所以我们如果谈病色变 身体一有病情就恐惧甚至敌视 不惜使用大量的药物来清除它 那无疑是对身体的一种自我摧残 因此在边阙看来 这次给您看病的过程 可以称作不治而治 赵检子肃然起敬 谨受先生教诲 当时他不然照着 他把照着就照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碰上 把这四万目的放给边去 而且把这个山啊 由碰上给为雀山 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雀山 雀山属于太行山系 海拔一千四百四十七米 据说从空中俯瞰 它的形状像一只张开翅膀飞行的喜鹊 闲暇时候 赵检子经常来看望边去 讨教关于健康的问题 所以至今雀山脚下 还保存着一个叫简子玉的地名 扁鹊并不姓别 他本名叫秦岳人 是河北仁秋人士 扁鹊本是上古传说中的 一种能治病的神鸟 因为秦岳人的医术非常高潮 所以人们用这种神鸟的名字 来称呼他 一个民间一省居然有了自己的封地 扁鹊也就正是在雀山定居下来 由一名江湖游医变成了坐塘门枕 扁鹊的名气传遍了各个诸侯国 当时莫名跑来治病的人们 捕色了山间小路 扁鹊苗前的这个鹤叫香鹤 是这个鹊山的这个旧道山船的水 惠敌人称的 这个边区来到鹊山以后 就在这个湘河的队岸 奔岸建了一个医冠 也就是医院 这个边区的遗族很高明 诸侯各国来求医的求学的落意不解 当时这个鹤啊 有一个校桥 认过去很拥挤 当地的老百姓啊 就与弟子建了一个大石桥 这个人呢 从这个南岸到北岸经过治疗 就马上后来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就后来 所以当地叫这个七四回生 所以叫回生桥 回生桥过去是一座木桥 后来经历无数次战火的摧毁 当地村民又重新修复起来 今天人们见到的回生桥 由条石砌成 修建于元朝 被妥善保存至今 这一天 边区大夫正在为乡亲看病 突然有人气喘吁吁的 从雀山上跑下来 说有一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孩 走迷了路 走到上面山坳里的时候 晕死过去了 边区夫妇和众位弟子 急忙往雀山上看 根据当地专家考证 这个小孩晕死的地方 应该是距离扁鹊所开设的医馆 约三公里的半山腰 我们也顺着扁鹊当年的路线 进了鹊山 寻找两千多年前 那位小孩晕倒的地方 当边区夫妇气喘吁吁的赶到时 小孩已经完全昏死过去 边区一把脉 发现小孩得的是所谓失觉 即今天所说的脚长沙 不过在当时那个时代 也可以算是绝症了 便却临危不惧 决心立即给他做手术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山路 就在鹊山的半山腰 我们找到了那块著名的手术台 那其实是一块罕见的大石头 表面平整光滑 可以躺人 可能出于纪念扁鹊的原因 当地老乡们 一直称这块石头为手术台 意思是边区曾经在这块石头上 为病人做过手术 这个地方都是边区做手术的手术台 边区又在这 就地都给他做手术 做手术以后 手术就在这当手术台 全世界的鞋子用麻醉 麻醉以后 吃了路德华以后 挠糖药加喝下去 喝下去麻醉过去以后 然后给他做手术 做手术的开场波动 开场波动以后 做手术以后的 就去出厂子 厂子以后 到西厂口 去这西厂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叫西厂道了 在西厂道的期间 因为不小心 厂道给他重下去了 出去以后 到老厂口 到这以后把厂道老下来 所以这感觉叫老厂口 把厂道去过来以后 然后再给他做手术 在这期间 这手术时间比较长 所有戳户比较多 所以这才 这才留下真正的学籍 狂风吹我心 西挂雀山树 扁鹊拿出银针 反复地为小孩针赐百惠 河谷 人中等学位 眼前这一幕 扁鹊的众弟子 大概永远也无法从心中抹去 自己的师父 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 以天地为医馆 以群山为诊室 本着救死扶伤 治病救人的坚强信念 在山峰呼啸中 纹丝不动 持续手术达十一个小时 至今 雀山上还留下了 洗肠沟 捞肠沟等古迹 见证着2500多年前的 那一次惊心动魄的手术 就在这次给孩子治病的过程中 为了缓解伤者的疼痛 便却第一次使用了一种麻药 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这个叫诺曼提花 当地人叫山切花 也叫树茧臭 老鼠臭 当地人用这个 当着国师 把这个老鼠洞堵起来 老鼠不能出来 一咬它就死了 这个缺点 这样渡草很多 当时编铁在这里 给病人做这个手术 很疼 他相当把这个 用这个 把这个病毒 患者 骂嘴 所以他利用这个 制造这个 骂嘴三 跟他骂嘴狗 将这个病人 吐膜 服用 然后骂嘴以后 在家做手术 传说 扁鹊的父亲 就是因为 勿使这种 罗曼提花 而中毒致死 用毒死父亲的毒草 来以毒攻毒 治疗患者的疾病 扁鹊既是一位大师 又是一个 性格极端的人 根据考证 扁鹊使用的麻药 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使用 医学麻醉剂的记录 今天 医学麻醉术 已经全球普及 然而 世间 已无秦悦人 被扁鹊夫妇 从生死边缘 抢救回来的 那个小孩 不是一般人 他虽然年纪小 却是当时的 强国 国国国君的太子 被扁鹊救活以后 他放弃了 一切荣华富贵 拜扁鹊为师 决心学好医术 以救治世上 更多的生命 今天 人们从雀山的东西两侧 开车 都可以到达山腰 在走大约四百米 盘山路 就能看到 一座山峰高耸 它就是 被当地人称为 太子岩的 雀山最高峰 海拔 一千四百四十七米的 莲花峰 原来 扁鹊被国国太子的 诚意感动了 就把赵简子 赠送给自己的 雀山上 海拔最高的山峰 莲花峰 转赠给国国太子 太子成年以后 扁鹊又将一位 交性的女弟子 许配太子为妻 夫妻俩白天下山采药 晚上就居住在 莲花峰顶 郭太子和教授 你夫妻俩 经常在这采药 这类是 采药药以后 他们 搭下山去 供这个边缺 这个 使用 所以在这一带里 有太子山庄 有太子董 太子阁 太子经 很多的这个 关于这个 太子 他们活动的意思 至此 边缺身边的 十大弟子 会齐了 他们 有的负责真酒 有的负责采药 有的负责煎药 有的负责枕脉 各司其职 就在 回生桥旁边 至今 矗立着 九棵千年古百树 以纪念 扁鹊的 九大南弟子 整个内丘县 极少有古树 唯独 扁鹊庙前的 山石之上 神奇的生长着 这九棵千年古百 与扁鹊庙 隔水相应 繁茂的枝茶 直指云天 数十一体 天数合一 向世人 招式着 生命的真谛 国国太子 在扁鹊的十大弟子中 被称为药神 他善于识别各种草药 成为扁鹊 最得力的 左膀右臂 为扁鹊 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起到了很大的 辅助作用 鹊山脚下 还保存着 太子洞 太子井 等古迹 以纪念那位 放弃王位 向扁鹊 前程学医 一心 苦救世人的 国国太子 边缺一旧赵检子 二旧国太子 医术如神 却是有 起死回生的本领 他和他所居住的 雀山一起 美名传遍 华夏大帝 在雀山山脚下的山谷里 有一个小村落 村子里居住的村民们 因为世世代代 崇拜扁鹊 自发建造了 几十座扁鹊庙 王老汉 最近患了流行性感冒 他上山采集了柴虎 金鸡钠和田草 等几样草药 生起药锅 开始熬汤煎药 王老汉 今年七十有三 从来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祖辈传下了一些 基本的药方 无论是他自己 还是家里其他人 碰上一般的小病小痛 甚至跌打损伤 他都会用草药治疗 村里人和神医扁鹊一样 各个都是 识别和使用草药的高手 这种药材 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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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根 跟那个黄莲性的差不多 取货白货的 白货药 你看这种药杓 你看这种叫枯绳 这种药杓 这叫枯绳 这种药杓 这叫枯绳 这种药杓叫草绳 叫白格绳 一个业名叫草绳 这是一个神 这种叫白吉 这家也不赖 这家草绳 这是跑丢火 年价一套这个不燕 就是一种打不燕 这要啥钱 不是 几天子 这不是人啥 这不是一招人啥 年价庄 就是年价庄 就这个 对 这个 这个 年价庄 这叫叶绳 叶红杓 叶红杓 这是叶红杓 这是叶红杓 这样的荷杓 荷杓 荷杓也是有荷杓 有个荷杓 你看这种叫颤杉 这是颤杉 颤杉 这种颤杉 颤杉 这种颤杉 颤杉 颤杉 区区不到四百米的山路 村民们居然能找出三十多位中药材 村里人个个都是医生 村里人生病一般都自己抓药治疗 外来的诊所在这个村一般都开不成 原来神医匾雀当年居住的雀山竟然是一座药山 这正是雀山当地村民们代代相传 秘密保存了两千四百多年的天大的秘密 匾雀 匾雀明满天下 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 然而后世对他印象最深的 却是他一次不治病的故事 他行医路过蔡国 三次求见蔡桓公 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疾病 蔡桓公却三次拒绝匾雀的正确诊断 耽误了治疗 一步步病入膏肓 最后无药可救 这就是著名的汇集记忆的故事 专家考证 匾雀对蔡桓公的诊断 是匾雀发明的中医望文问切等四大医术中的最高境界 即望诊 匾雀从蔡国到秦国 在秦国逗留期间 顺手又治好了秦武王脸上的一个肿瘤 一连串的成功手术 使扁雀的声望达到顶点 被公认为春秋时期的第一名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把他本来的名字秦岳仁反而忘了 各个诸侯国的人们都听说 在太行深处的雀山脚下 有一位神医名叫扁雀 他的医术胜过了古代的神鸟 然而 当扁雀的名气达到了行业第一的时候 他的灾难也就同步到来了 出于强烈的嫉妒 秦武王的太医令派出一对刺客 用快刀刺杀了他 噩耗传回雀山 老百姓哭天抢地 山河也为之变色 经过商量 雀山的乡亲们派出十个代表 远赴陕西咸阳 偷回扁雀的头楼 埋葬到扁雀生前熟悉的雀山脚下 因为静木这位旷世神医 从此 乡亲们把自己的村庄更名为神头村 与神头村隔一条小河的山梁上 就是扁雀墓 扁雀的陵墓修得很庄严 长长的墓道正对着雀山的主峰 考虑到了扁雀对他生前封地的依恋 扁雀墓当然只埋葬了扁雀的头 年老的村民更告诉我们 扁雀的头并没有埋在正墓里 而是埋在墓后大约十米远的一棵红金树旁 这样的做法既防止有人盗墓 又反映了当年村民们对扁雀的深刻敬爱 对于起死回生的国太子来说 扁雀就等于是再生父母 所以对扁雀之死 国太子最为悲伤 他在雀山上冒雨行走 好苦数月 并一直呼喊着师父的名字 他的呼号悲天动地 在雀山向阳的一面山坡上 至今还有一条长长的白色岩石 围着雀山绕了一周 据神头村的村民传说 那是当年国太子为扁雀吊孝时 留下的白色小带 扁雀死后明气更大 宋朝时候 宋仁宗得了厌食症 一吃饭就呕吐 有一天半夜 梦见有老人自称扁雀来为他治病 来人对着他的前胸猛踹一脚 身体第二天就恢复了 为了表示感谢 宋仁宗将扁雀封为神应王 你看这个扁雀 头戴旺冠 身穿弄炮 短坐在这个包座上 外在是旺后 是旺后 这是为什么宋朝 宋仁宗的念见 封他封扁雀为神应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就是把一个密研医生 抬高到往后的地位 先由扁雀墓 后见扁雀子 元朝初年 忽必烈的太医 颜天忆 仰慕同乡的前辈扁雀 投资修建扁雀尿 扁雀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 司马迁高度赞扬扁雀说 至今天下延迈者有扁雀也 宋仁宗 百分之中 当时 小学生 百分之中 传统医学 很重要 这些 宋仁宗 排 感谢观看